加油 老熟人呢 老师好 崔大笨 你是不是叫崔大笨 第一季的人气选手是吧 他叫崔大笨是吧 所以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上一季六强选手 我叫崔大笨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俩 大家好 我叫赵小宝 24岁来自吉林长村 感谢大家支持我呀 欢迎 我问一下 这大笨这不是上期的人气选手吗 你是又来参赛来了吗 不是 不是 这次来我是帮他助演 因为我挺纠结的 为什么呢 我俩台上是那个 属于合作的一样演员 在台下呢 我俩是把兄弟 其实我大哥呢 还有一个弟弟 叫崔朽笨 亲弟弟啊 也要来了 但是他选择跟我来了 因为我先跟我大哥先说好了 然后我有这个机会 其实这个 这个友情啊 和亲情 你无法拿捏 比如说冯导 那个徐帆老师和葛优老师 同样要你找到你 要你帮他办一件事 你说你帮谁 先帮徐帆 不过这个你说这挺知名的演员 在这台上助演 其实是有压力的 赢了是应该的 这要输了得多丢人呢 这回去小笨 三笨六笨的都得做 我主要是在台上 再次能给大家带来欢乐和欢笑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大家好啊 今天呢 我太开心了 为了这个电影拍摄呀 来之前我们一家人告诉我 说宝宝 拍戏 戏份多不多 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你得会抢戏呀 抢戏的同时 还得好玩 为了好玩 我练就了一身的本领 哎呦我的妈 哎呦 哎呀 哎呦我的天 好不好玩 其实就我的功夫 跟我爷一比 那都是九牛一毛啊 我爷在我家楼顶 原地后手番 七百多个 汤汤汤汤汤汤 翻丢了 现在我还没找找人呢 其实这次来上海 我是来找我爷来了 爷呀 爷呀 爷 谁 哎 在哪呢 那个演员都到了没啊 哎呀 演员 哎呀 导演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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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既是导演 又是主演 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什么好了 你可以叫我岛主吗 哎呀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什么地方 东方卫视 你可以叫我东方岛主吗 哎呀 东方啊 嗯 那个今天我的媳妇 是不是又不太多 聪明 就一句话 你为何要追杀我 哎呦我的妈呀 这媳妇也太重了 重吗 太重了 上回我就一个字 这回这么多字 你这么的东方啊 你先让我背背词啊 好演员 你为何 追杀我 你为何要追杀我 哈哈哈哈 你为何要追杀宝宝吗 呀 你吓死宝宝啦 起来 你这么 你给我捣捣戏 你这么的啊 哎 这是咋俩的道具 好 你在前面走 我在后面跟着 你说一句话 你为何要追杀我 我说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一剑下去 应声倒地 放心吧 OK吗 OK 来哥们 部门准备 AX 你为何要追杀我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不共戴天 哎呀 爹呀 哎呀 爹呀 哎呀 哎呀 你 你 你 砸我腰子了 哎呀 哎呀 孩儿为你 报仇了 爹呀 哎呀 哎呀 东方 我死的好不好 杀室呀 哎呀 不是你死的能不能透彻一些 透彻 快点 行不行 这也太慢了这么多惨人家怎么的 对不起 哦 东方 刚才我有点紧张了 再给我一条 放心 做一次啊 好 各部门准备 AXEN 为何要追杀我 呵呵呵呵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呀 哎呀 来你回来 哎呀 哈哈哈哈 跟我玩挖跳呢 咋的了 东方 啊 咋的了 我爱上你了吗 我 我这是手枪啊 不 我这是大炮啊 不 我这一举你就死了咋的 我是雷神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 你不是雷神 你是雷迪嘎嘎 那个东方啊 你这么的啊 你别生气 你再给我一条机会啊 这么的啊 最后一次 这么的 你下次 这下一条 爱上我 我再试 好不好 好 各部门准备 第三次 AXEN 你为何要追杀我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我问你为何追杀我 杀父之仇 受死吧 你为什么追杀我 你给我站着 你追我 你给我站着 你过来 你给我站着 你追我 你追我呀 说诚呀 到你了 干啥呢 哎呀我的妈呀 你咋还爆炸呢 哈哈哈哈 你给我东方啊 你咋的了 又假戏了 小冤家 你 偷袭我 哈哈哈哈 爹 爹啊 爹 这把死透彻 爹啊 孩儿为您报仇了 今天我熟人 人呢 在这儿呢 你咋还跑这儿来了呢 我认为死在前面 风水不太好 这里风水好 哎呀 不是 咋的 还带挪粉的 我拿把刀 还得追尸玩吧 哈哈哈哈 咋的了 能不能好好死 你别哭啊 什么就是杀不死 杀你一百多刀 也杀不死 下一刀我就死 一刀你就死 一刀我就死了 各不满 一刀就死 第四次 Action 开始 你为何要追杀我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哎 哎 哎呀 哎呀 孩儿为 呀 不对 应该我死 哎呀 哎呀 好像又炸腰子了 哈哈哈 接下来留我一个人嘛 因为毕竟是我参赛 那个 他那次我在这 我也得抢的戏 我走了啊 哈哈哈 我看冯导笑得特别开心啊 反正啊 一到你们二人转这儿 就会希望的这个笑得更狠一点 但是现场的观众啊笑得很厉害 这个节目啊 说明还是有人缘 谢谢 谢谢 谢谢方道 我觉得还是高于啊一般的选手的 对你们有期待 相信你们还是能够再拍出好节目 我给你们过了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一定会拍出更好的节目 咱咱老师给了你这个绿灯了啊 他可能因为上年纪 他的眼睛对于颜色啊 色盲 有点色盲啊 这个 冯导 您 您来吧 好吗 您先来 你让我说句实话 就是观众有没有你带来的人 我是 我是那个长春人 我听后来有几人喊着像东北话啊 感谢老乡 过吗 过 有俩妇女跟着起哄呢 这是所有我们的判断啊 比赛场上瞬息万变 什么结果都可能发生啊 如果过的话你会怎么样 会 都努力的 很遗憾 还能好好玩吗咱们啊 我都说了很遗憾 你们得挨 配合一下啊 再来再来再来啊 很遗憾 挨 挨个头啊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哎呀 不愿意吧 哎呀 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很浪漫这样 笑傲江湖太好玩了 哎